哎呀,最近啊,我这媳妇管我这财政管的时候太严了,道理是一毛没有。 可是我还不能明着问他要零花钱,我还只能是秩序。 想个糟啊,怎么样就能问他要了零花钱了呢? 哎呀,这个办法不错,你将我过来干啥呢? 也不干啥,就是跟你玩一个智力小游戏。 啥游戏啊? 你看到了吗?这个是两个鸡蛋。 你如何呢,就能将这两个鸡蛋立在这儿而不倒。 立在那儿? 哎,但是呢,前提先说好啊。 一人放一板。 还得放钱呀? 那不是必须的吗? 意思是,这谁赢了,钱就归谁呗。 没有毛病,哈哈哈哈,那开始吧? 开始开始。 来,放钱。 开始吧,你先来。 你先来呗。 你先来? 你是有先吗不? 嗯,那我来就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这颗立住了,嘿嘿嘿嘿嘿。 哎呀,我说媳妇,这个呀,我刚刚都忘和你说了。 在保证鸡蛋不烂的前提下,啊,咱们得把这个鸡蛋给立住,知道不,所以说这一百你还不能拿走,放这儿,啊。 不能拉呀? 对呀。 你也不早点和我说。 没事,现在说也不迟啊。 哎,你来,你来。 先等我一小会儿,啊,去去就好了。 嗯,我还不相信你的立住呢,哼,来,小会儿,那你看好了,啊。 哦,这样不是就放出了吗?我就稍微的加了那么一丁点的盐,它挤的,就一律于此了。 哇,这么厉害啊。 那必须的呀。 好了,这钱呢,就是我的了。 别抢,抢了抢了,抢了,抢了,愿者胡书,知道不? 行了,快坐会儿去吧,我都饿了。 出了一百块钱啊。 这媳妇抵制伤,你还弄了点。 哎呀,又有零花钱了。 给二猪打个电话,今儿晚上又能打麻将了。 嘿嘿嘿,喂,二猪啊,今儿晚上,老地活啊,不天不散。 嘿嘿,哎呀,就这样啊。 嘿嘿嘿嘿。 哎呀,走啊。 嗯? 干啥呢,媳妇? 你说干啥呢? 要钱呢? 废话嘛,赶,赶紧叫出来。 去呀。 可爱啊,好可爱。 给我一张呗, 看来我这, 蔡丑ayı, 挺不坏我媳妇的条儿的花。 太难了吗。 哎呀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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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有 人字加一笔 看到没有 这都是剪金 意思是 写对你可能比我二十了 对 但是写不出来 要罚款一把 你怎么能这样呢 很简单啊 小学文化都会 来 行 我写 啊 开始吧 看着啊 大 个 急 急 啊 急 啊 哎 哎 哎 等等等下 这个是什么字 急 就是呢 急式的急啊 剪几字 啊 走啦啦 还想套路我一百呢 你做到不你啊 啊 是算的 啊 啊 哎呀 哈哈哈哈 今天 我就给您讲两个故事啊 这是 幼儿园课本上的一个故事 大家都应该听过 嗯 好 那我开始了啊 大家呢 都知道兔子和乌龟是一对冤家 有一天呢 兔子在大街上遇见了乌龟 兔子说 笨乌龟 两个天之后 我们再比一场 讲背由老虎大王斑法 然后乌龟 好的 然后乌龟手快的答应了 第一天呢 兔子在拼命的练习跑步啊 乌龟在想办法 第二天呢 兔子还在拼命的练习跑步 乌龟还在想办法 终于乌龟想出了好办法 嘿嘿 到了比赛那天呢 兔子早早的到了比赛的场地 而乌龟 则给公交公司打电话 嘱咐了几句 就挂了 每次乌龟就打电话 嘱咐了几句就挂了 嗯 过了好久啊 乌龟才来到了这比赛场地 一声哨响 嘘嘘嘘 兔子就飞快的向前跑去 这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 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啊 当兔子跑了一半的时候 宗教公司派来一辆奔驰牌跑车 还是奔驰牌车 没错啊 乌龟搭上了车 不一会儿啊 就超越了兔子 聪明的乌龟就成了人生的赢家 兔子的眼睛就急得红红的 连身上的毛一下都白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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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好笑啊 哈哈 你们怎么不笑我 旧海面本的笑我 你们到底笑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医生啊 我的脑袋疼 你能给我看一下我怎么了吗 我看看啊 我给你把把麦啊 从这麦相来看啊 你们这呢 就是 辣椒吃多了 对 辣椒吃多了 那医生 我该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 把这个吃了就好了 这个是药哈 吃了这个就好了 医生 这也不是药啊 这是巧克力啊 你的视力不错哈 视力没问题 我刚刚呢 就是给你开个小玩笑 那接下来呢 把这个喝了 这喝了这个 他就好了 医生 你没毛病吗 啊 我生病 你让我喝香水啊 喝了香水 会没命的 你是不是有病呢 这下我就放心了 这智力也没问题啊 蛤 不是我说医生啊 你是不是有病呢 我不看了 怎么办 你说的不对呢 我这是在给你看看你的这智力 和什么智力 有没有问题 还是 你是不是哪个智力 不破了 啊 我